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直線軸承篇 那關於直線軸承呢 它是屬於軸承裡面的種類之一 那如果你對於軸承還是不了解或不認識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會有軸承的入門認識篇 那這邊如果你有觀看過 你會對於軸承有進一步的了解 那今天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我們獨立來講這個直線軸承 其實它有分一些種類跟類別 那關於直線軸承 它是屬於什麼樣的一個類型 最主要它是做一個往復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運用的直線軸承 我們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知道 它是做一個直線的運動 所以今天會以這樣的一個動作的模擬 我們來觀看一下直線軸承有哪一些種類 以及說這些種類的用途跟用法到底在哪裡呢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認識跟了解它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認識一下直線軸承 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構跟零件 那最主要它的零件的用途在於說 我們要運用這個零件來做 我們的結構的往復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需要運用這樣的一個軸承 那一般它都是屬於圓柱形的 然後呢外側可能會有兩個勾 那這兩個勾的用途在於說 我們要去固定它 因為它兩側是沒有螺絲的 那這個勾的部分呢在於說 我們要使用吸扣來做兩側的固定 那關於吸扣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影片以下的說明 這邊會有一些章節可以去做學習 那我們來看內部 一般呢直線軸承呢 它都是由鋼珠來做一個循環系統 那這個循環系統呢就會有點類似 滾柱螺桿 那我一樣有興趣的 影片底下也會放一些相關的章節 我們可以去觀看 然後兩側呢 我們都會使用油風 因為一般我們只要是 運用到鋼珠類的 像軸承類的呢 我們都需要使用潤滑液來做一個潤滑 因為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些鋼珠呢一直在做不停的循環的摩擦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一個潤滑的功效的話 它的壽命呢就會比較短 所以我們如果有增加潤滑 潤滑油等等的 它的效果 會更好會更滑順 然後呢它的壽命也會更長的 那基本上油風呢就是 一來呢我們來是防止一些粉塵會跑進去 然後再來呢我們是需要把 潤滑油把它封在裡面 那我們在做往復直線運動的時候呢 整個效果會更好的 那這個部分關於油風呢 一樣影片底下的說明 也有相關的章節 我們可以去學習 油風是怎麼樣的一個零件 那這裡我們初步呢 知道了這個直線軸承 大致上的結構之後 等一下我們就來講解 我們要怎麼去運用它囉 再來呢我們要來了解一下直線軸承 要怎麼去使用它 那一般我們都是跟新軸來做配合 那這邊你可能會好奇說 它的這些循環系統 該不會我們的新軸呢 需要做一個凹槽 跟它的鋼珠呢 來做配合呢 其實這邊各位可以想的單純一點 我們只要需要單純的圓柱 一個圓棒就可以了 我們就直接呢 把我們的直線軸承 穿過我們這個新軸 直接穿進來 那各位會發現 是非常順暢可以進來 這個循環系統呢 就會在新軸的外側來發揮功效 所以這個鋼珠跟新軸之間呢 是呈現一個點接觸 所以它的摩擦係數是非常小的 那這邊各位要注意的是 我們一般在做這種配合的時候呢 是屬於機密配合 所以你的新軸呢 外徑一般都會做研磨 盡可能呢 讓它的表面觸套度呢 非常小 而且公差呢 也不能差太多 因為我們要做機密配合 所以呢 這裡呢 我們可以去查 它的公差到底在怎麼去給它 這個細部的部分呢 就留給大家去做一些探討 這邊主要講它的用途 那這裡呢 我們來進來之後發現說 因為它的鋼珠呢 是沒有限制它 所以它可以任意的去做移動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它雖然是直線往復運動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點旋轉的用途 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般在使用直線軸成的時候 如果你是像畫面上這樣只使用一組的話呢 它有可能這個方向呢 我們旋轉 要把它做定位 那所以一般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呢 可能比較少會運用到像這樣只有一組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我們會運用像這樣子 就是至少會有兩個直線軸成來做一組的一個單位 那當然我們新軸的前頭兩端呢 是需要做固定的 那這樣子做一個往復的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呢 我們使用的是這種 一般我們最常看到的直線軸成 那兩側就是會有一個凹槽 那這個凹槽就是要給我們運用 吸扣來做固定使用的 所以這邊我們兩側可以做吸扣 那一般這裡呢 會有一個 一個間隙在 那有時候呢 你可以用加工的方式來控制它 那一般這個間隙 往往都還是會存在的 雖然你控制的很小 但我們在移動的時候還是會 多少會發現說 它會有一點點的移動的狀態 那如果呢 你的結構是不希望有這個間隙的 我們可能要靠其他的方式來去克服它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其實呢 我們比較常運用的是 應該會用四組 因為我們只有使用兩組的話 它這邊往往它使用的一個 強度呢 並沒有辦法支撐的那麼好 所以我們來看到 我們如果新軸呢 它兩個間距呢 越大 以及說 這個 直線軸成的越大 相對的它能承載的力量也會越大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我們的新軸也要相對變大 如果你是很小的新軸 然後要支撐非常大的力的話 也有可能你的新軸呢 會變形 然後這邊需要去注意的 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類型 是像畫面上這樣子 我們兩個新軸的間距呢 是拉長 所以相對的它整個 這個滑台呢 相對就會更穩定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透明度 我們會看到呢 我們這一組直線往復運動裡面 會發現我們運用了 四個直線軸成 然後呢 我們是運用一個加工鍵 兩側來加工 這個圓柱的地方 讓它沉進去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會有一些其他螺絲 或者一些加工的東西等等的 來去固定這個直線軸成 那當然它會在裡面稍微做旋轉 對我們是沒有影響的 我們只要把軸向這個 自由度限制住就可以了 那一般我們這邊在加工的時候呢 你如果是像畫面上這樣子 這邊要挖一個洞 這邊也要挖一個洞 那我們在加工 就必須要注意這兩個的同心度 如果這兩個同心度沒有做好呢 我們會發現 我們整體的結構呢 它是不順暢的 所以我們看到 當我們運用直線軸成 然後要跟它做配合的時候呢 我們這些加工的同心度 平行度等等的 我們必須要特別的注意 不然我們組起來呢 會有問題 你可能滑台是滑不動的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當我們運用到直線軸成的時候 我們要使用的一些公差 或者是我們要加工 組裝等等呢 就要非常的注意的 包括新軸的固定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先讓大家去熟悉一下 我們一般直線軸成要怎麼去運用它 等一下後面會再來講其他的種類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 就是剖勾型的直線軸成 那這裡可能會好奇說 那剖勾型到底會運用在哪裡呢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大部分都是跟一般直線軸成是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有這個勾 它其實單純一點呢 它呢一樣會有一個圓柱的部分 只是說它有可能是兩件式的 它的新軸跟一個加工件 或者是說這個地方它就是一個鋁脊型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狀 那這邊差別在於說 它可能固定的地方螺絲是在下側或是側邊的 跟一般新軸不太一樣 我們一般新軸呢都是固定兩側 所以它這裡呢 最主要剖勾在於說 我們要閃過這邊這個固定的一個結構 那這樣子我們會發現說 它跟一般新軸兩側固定 差別在於說它整體的強度會更好 那這邊都比較不容易做變形的動作 最主要是這個用途來做一個剖勾的 那這裡呢 一樣我們在用法的時候 跟剛剛我們所介紹的是非常類似的 它有可能呢 是我們是兩組為一個單位 或是四組為一個單位 像這樣子 那這邊呢 我們當然要運用一些結構 或是加工件 把這四個呢 連接在一起 那這邊呢 因為我們使用加工的話呢 這邊要做一個半孔型呢 一般不太會這麼做 所以這邊就沒有這樣示範 那關於這部分呢 一樣我們還可以用別的方式去克服 那等一下呢 後面會來介紹其他種類的 會直接克服這個方式 那這邊等一下後面介紹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 詳細的解說 那這邊我們來了解一下 原來剖勾型直線軸程運用的用途 在於這邊 它就是屬於一個 類似一個滑軌的形式 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的是 法蘭類型的直線軸程 那法蘭類型呢 我們從畫面上示意看到 我們就會多一個 類似一個圓盤的形狀 那當然這裡是一體成型的 那這邊我們會看到 法蘭面的地方會有螺絲孔 我們可以用螺絲呢 來做鎖附 那這樣我們在固定上呢 就會更方便 那一般我們來看 這個地方呢 它會有點像我們在車床的時候呢 會做一個陶腳 有時候這個地方會有這種陶腳的形式 這個地方就會有點類似 滾珠螺桿的螺帽 我們會看到 它也會做一個陶腳 因為這樣我們在組裝的時候 會確保說這個面是完全貼合的 不會因為加工的小圓角 導致說這個面呢 是沒有垂直的 那這邊我們各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樣我們是做往復直線運動 那當然它一樣會有旋轉嘛 所以我們運用這個螺絲孔 可以把它固定起來 一來我們限制了這個旋轉 二來呢 我們跟加工鍵或是你的滑台 做軸向限制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透過這樣的傳遞呢 變成說 直線軸程的鋼珠呢 它的循環系統 跟我們新軸的外部呢 做一個 點接處的一個 直線往復運動 那我們直接來看示意 像這樣子 那我就以一個 運用的方式來跟大家解說 一樣 我們來做個半透明 各位會更清楚一點 那這樣子 我們一樣要加工 我們看到 四個地方要加工一個 圓柱讓它沉進去 那這邊差別在說 我們要多的是要 做公牙 那這邊公牙的話 我們才可以用螺絲去做 鎖附它 那關於 公牙的部分 如果不了解 或有興趣 想要認識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們這邊可以去認識一下 公牙到底要怎麼去做它 那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 我們是做四組 所以我們在兩個 新軸呢 拉寬之後呢 整體的滑呆 它的穩定度會更好 那這樣子 我們在固定的時候 就會更方便 我們就不用擔心說 我們使用西扣 它都有一個很小很小的間隙存在 或我們直接用螺絲去鎖附它 我們在拆裝都會更順利的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它的用途在於這邊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連座型的直線軸程 那最主要會有四個類型 那因為呢 它都是非常相似的 那這邊就把它放在一起 來去解說 那這邊呢 我們一般連座型 它就是 比較單純的來看它 就是多一個座 那這個座呢 一般都是使用鋁的材料來去做它 然後中間我們一般都 直接放我們剛前面所介紹的 直線軸程 或是剖骨型的直線軸程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一般我們放進來之後 會用吸扣 內吸扣的方式 把它固定它兩側 那這邊呢 讓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它最主要的差異在說 它變成一個座之後呢 會有螺絲的孔位 我們可以 從這個方向去固定它 用法就會不太一樣 那當然呢 這個部分呢 會分成說 一般是封閉型的 跟 剖鋼型的 那剖鋼型封閉型呢 它又有 一個延伸 就是 加長型的 那加長型的話 裡面一般都是放兩組的直線軸程 主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直接看用法 我們先看第一種 我們這個是一般形式的 一般形式的一個 連座型的直線軸程 一樣 我們比較常運用的是四組 像這樣子 我們四組的時候呢 一般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就會有一個滑台 那滑台呢 會有螺絲孔位來固定它 來去固定這一些 連座上面的螺絲 那我們就可以讓它做往復的直線運動 像這樣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結構之一 那這邊呢 你可以去 觀看一下 你周邊 或是 像類似工具機 或是3D列印等等 我們很常會看到這類的形式 我們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去學習 直線軸程 我們會運用在什麼樣的場合 那這邊一樣 我們要注意的是 這些孔位呢 跟它的 像是新軸 我們一樣也要做固定 所以相對的它這些平行度 等等的 表面塑造度 我們都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我們在 思考一下 我們運用這類的往復直線運動 不管是我們在組裝或是加工 都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我們這邊如果有一些偏差 一來你可能這個往復直線運動 它不是一個水平的 你可能會偏一邊 那對於你整個結構會不會有影響 這邊我們要思考一下 或者是說你的公差沒有做好 它稍微有一些偏白 這兩隻新軸沒有平行 沒有在同一個面上 導致說我們這個滑台呢 是滑不動的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這邊我們要去注意的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種 那這邊前面剛剛有介紹 我們要用撲勾型的 那撲勾型一般我們不太會使用加工件 然後再去塞這個 撲勾型的直線軸成 一般我們就會直接選用 這種連作型它直接就是一個半撲的 像這樣子 連作型這樣比較方便 我們一樣直接做螺絲首付就可以了 那這邊所介紹的是加長型的 像我們剛剛介紹的一般型的呢 一般會用四個 那如果 你使用加長型的呢 可能使用兩個就夠了 那這邊還是要看各位 支撐的一些結構 足不足夠去支撐它 那這邊會更方便的 那這裡呢 我們一樣 使用的是螺絲去固定它 那我們一般使用這種模式的時候呢 一來就是我們底部呢 會有點像滑軌 它當然會跟行走來做比較的話 相對的 一般我們用行走兩側固定的時候呢 這邊的強度 會跟這邊是差很多的 那這邊如果是滑軌形式的 它固定孔位可能是側邊或下面 整排都固定起來的話 它整個剛性會更好 支撐力會更好 那這邊讓大家去認識一下 連作型的直線軸成 以及剛我們所介紹剖勾型的它的用途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直線軸成的認識篇 那我們看到直線軸成 在配合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主要的零件呢 是新軸 所以新軸呢 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零件之一 所以我們在選用的時候 要特別的注意 那當然這類的新軸 一般都有一些規格品可以去選用 所以我們可能就不用再擔心說 表面粗糙度 或者是呢 它的功差要怎麼配合 那有時候我們還是有可能會自己做加工的 因為可能有些客製的需求 那我們就要注意它的功差 我們新軸太大太小都不行 我們會對於說它的滑動會有一些影響 即說表面粗糙度 或者是表面的硬度 如果硬度不夠的話 你有可能 你的新軸呢 用久之後呢 會產生刮痕 那這邊也都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再來呢 我們可能在運用上 組裝上要更方便的時候呢 有時候會運用到這種連作型的 連作型的話 我們就不用太擔心說 我們的主要的滑台座 因為我們還要跟其他的配合 可能有些螺絲孔位 我們就要做很多的加工來配合 有時候我們會用這種連作型的 比較單純 只要運用滑台 然後上方用螺絲固定就可以了 以及說我們可能會用到類似滑軌式的 所以我們要用半剖型的 這邊半剖型跟封閉型我們也要去注意的 我們如果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要看我們的場合 如果你的場合是有非常多的粉塵 或者是有水類的 我們就要特別小心那種 剖垢型的 剖垢型的可能會造成說 你的水或一些灰塵會跑進去 那會導致你們剛出生鏽或卡死的 特別注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封閉型會更適合 一般這邊都會有油封來做防護的 那其他的像是 連作型的一般呢 會有助油孔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助油的動作 這樣子呢 會讓我們整個使用壽命會更長的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認識跟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 mic 在那裡 在那裡